为了强化台湾跟英国的贸易连结 台湾跟英国就在昨天用视讯的方式 签署了台英有机产品 相互承认了解备忘录 只要符合标准的有机食品 就可以进入彼此的市场 有助于台湾相关产业拓展国际 台湾跟英国两国的这个农产品 是在温带还有在热带 一种互补的现象 今天这个签订是我们有机农产品 或者是台湾农业史上的一个湖泊 因为它国内有48万公顷的有机农业的农田 因此它就非常希望能够是第一个 我们地区的国家把它的农产品 能够引进到国内来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有机农产品 成为我们的原料 也成为我们的国内消费者 可以多元的选择 签署备忘录之后 代表台湾跟英国的消费者 未来在通路购买有机产品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还能互相宣传达到双银目标 农业部也说了 期待未来能够更加增进台湾 跟英国之间的农业